你可戒巴就跟废物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父亲 发生什么事了 华夏四大家族联绳法务通告 进行华夏各大家族与飘家合作 就在这一分钟之内 家族的损失超过百亿你可戒巴 这 这不可能 这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飘仔终 你可以安心上路 三 三一句 三一句 求求求求求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跟你走对了 求求求求 你既然选择当乌龟 那就硬到底吗 你刚刚的嚣张劲哪去了 不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再也不敢跟你走对了 别急 别急 都是许家二方指使我的 可我一点关键都没有啊 他们 他们我自然也不会放过 你刚刚威胁我的心 就已经彻底地触犯了我的底线 知道吗 你 师父 已经安排好了 正在着手铲除 朴家在华夏的残余室里 这个渣子 给他送回朴家 以后朴家不允许踏入华夏办 来者 杀无赦 是 师父 夏宇 这小子下着迷糊药也太猛了 我 我先溜了 你 我先去 杀无赦 杀无赦 你再等一会就好了 夏宇 杀无赦 药效我已经完全去除了 你现在觉得好一点吗 夏宇 你觉得 我好看吗 好看 好看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要我了 淼淼 你我虽然是夫妻之名 但我还是不想趁人之味 夏宇你这块臭石头 你个老古董 老古董 你这么说 倒也没错呀 淼淼 你能干吗 干吗 收收你这七年来陷我的利息 淼淼 其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徐家为了得到你爷爷的遗产 已经不择手段了 爷爷的遗产 爷爷的遗产 对 只有你和你的配偶 才能够继承你爷爷的遗产 朴家和徐家合作 对你下药 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这笔遗产 糟了 小小有危险 难怪他们一直不让我带小小 小小在他们手上 我和你一起去 找到小小 我们就先离开这儿 爸 你说什么 朴仔中他 那我们和朴家的合作 岂不是全泡汤了 还合作个屁呀 京城四大家族 联手发布声明 禁止京城任何一个家族 和朴家合作 朴家人禁止踏入京城一步 为者杀无赦呀 我 律师很快就会公布老爷子的遗书了 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老爷子的遗产 交到他徐淼淼的手上吗 绝对不可能 我们二方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干到大方 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露在一个小丫头手里 宛仲啊 诶 那个小畜生 关在哪儿 梗子这边签了字 随便找个地方 把这小畜生埋了吧 好的 徐总 你们放开我 把这个给我签了 并且把龙咸壶给我交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滚出许家 凭什么让我签 哼 野鸡还想变疯吗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还想入主徐家 我是不可能签字的 遗产是爷爷留给我的 龙咸壶 我更不可能给你 你呢 最好听听这个 再做决定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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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屰 请类似 你 哈哈哈哈 三 二 我答应 我以前 只要你们放了我女儿 还等什么呢 签吧 放开我女儿 签你 放开我女儿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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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感动淼淼一个寒毛 我让你们全都不得好死 这下你们还想杀我吗 你们要是杀了我 爷爷的遗产 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 臭婊子 你现在是真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啊 先绑了再说 你们敢 你们要是敢动我 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 给我闭嘴 臭小子 你再厉害 还能同时救两个人吗 说吧 你们想要什么 徐家的家产 还有 红贤湖 好 我答应你们 你们先把电话给淼淼 嗯 淼淼 你听我说 你先不要怕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手里拿走东西 你相信我 好吗 夏宇 晓晓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不用管我 我是不会亲自的 能信服我 我也不可能给他们 淼淼 师父 我是什么 我是李正道 你也可以叫我北京战士 尊上巴勇的条件一定都会兑现 希望你不要贪婪 自顾 好 那就 先把龙祥狐送过来 老爷 公子 外面有客人 说是云城徐家的 云城徐家 什么破玩意儿 让他滚 等等 带他们进来 爸 律师后天就会向外界公布遗嘱 咱们哪有时间去见两个乡下来的乡巴佬啊 我们的至圣法宝来了 这就是京城徐家呀 这跟京城徐家比 我们云城徐家 就是个乞丐呀 真是不知道 那个徐淼淼走了什么狗事运 她竟然是京城徐家的大小姐 我呸 住嘴 别忘了我们是来探亲的 姿态再放低一点 我还指着淼淼 能给我们云城徐家更进一步 知道了 谁让你们过来的 徐家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管中 怎么说话呢 分家和主家咱们是一家 来来来 坐坐 坐 徐淼淼在徐家过得还好吧 我跟你说呀 我跟你说呀 在云城的时候 我特别疼淼淼 淼淼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找了一个不争气的老公 够了 别再给我听那对狗男女了 这 这怎么了 这 这位就是您孙女吧 这是我孙女 徐志晴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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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伙 我们给你孙女一次乌鸦变凤凰的机会 老家伙 我们给你孙女一次乌鸦变凤凰的机会 嗯 老太太 我是让你当众承认 当初你儿子抱回来的女婴 是徐志晴 不是徐淼淼 这 好吧 老太太 只要你能答应 第一 云城许家 可以并入京城许家 你们可以搬到京城来 第二 徐志晴 就是许家的掌门千金 尊贵无比呀 这 哎呀 奶奶你考虑什么呀 咱们答应她吧 你想啊 我早就看那个徐淼淼不顺眼了 她老是猜在我头上 而且 她身上灵的 本来也就不是文章许家的血脉 你们有什么条件 条件 自然是会有的 你们一家 要和京城许家 签订卖身器 行行啊 奶奶 别怪她什么卖身器和卖身器的 安逸她 我想 她要不给咱们留在云城墙吧 嗯 嗯 废物 差点因为迎头小利耽误了大事 要不是看你多年来勤勤恳恳当狗的份上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谢 谢大人不杀之类 记住 尽情不要照你的下语 是是 我知道了大人 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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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